民進黨寫了一個說 開放陸增臺台應有社會共識 那如果他們覺得陸增臺台 一定要反對 談什麼共識 所謂共識是他們同意才叫共識 那不用談了 你知道嗎 其實我很清楚他們講了一大堆理由 我真的不能接受 他說中國不是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 各位你知道嗎 美國有沒有中國大陸留學生 有沒有 我們以前是威權時代 我們有去美國留學過 有 其實任何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 不能說別人是威權國家不讓他進來 那我們不是變成威權國家了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邏輯都是為反對而反對 我認為民進黨所講的任何理由 我都不能接受 而且他講的理由 即使剛剛沈大豪講的 如果國民黨真的對他所有理由都跟他解釋的 他們會站起來反對 還是反對 他們還是商量 黃老廷你會聽我 我知道你講的意思 不是不是 你還要補一鏡 我知道 雖然老共是威權統治國家 但是老共對美國沒有領土的野心 他對我 我跟你講 歸根就敵就是統徒問題 這我都同意 但是我現在講的意思說 如果我們是一個自由開放的國家 其實我們對於中國這個國家 如果是一個國家 我們如果認為他是一個國家 這個國家跟我們之間的交往 本來就應該國之間有一定的規範 事實上我們是自己把他當成是我們他一部分 我們才那麼緊張 如果你不把他自己當成他自己一部分 你那麼緊張幹什麼 而且你說你怕他統戰你 我才覺得他們會被我們統戰 對 真的對自己沒信心嘛 我覺得